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 德国军队在苏联军民的奋勇抵抗之下损失惨重 士兵伤亡足有150万之举 这几乎相当于德国在苏德战场总兵力的四分之一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之后 德国已经丧失了在苏德战场的主动权 另一边 英美两国主持召开了卡萨布兰卡会议 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 希特勒为德国勾画的第三帝国的幻梦已然幻灭 甚至在反法西斯联盟的共同压力下 存在亡国风险 德国高层中有不少人提议 如果能够与苏联达成和谈 或许能拯救德国 但是谈判最终被希特勒阻止 那么希特勒为何不惜冒亡国风险 也要拒绝与苏联的和谈 1941年 德国形势一片大好 法国已经投降 英国只能凭借与欧洲大陆 隔着英吉利海峡归宿本土 还要面临德国轰炸机的威胁 而苏联也被德军逼到了首都莫斯科城下 但在这年年底 随着美国加入反法西斯阵营 德国的局势已经有些不妙 英国和苏联的军队在得到美国支援后 极大的缓解了战争局势 反倒是德国已经呈现颓势 而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 也让德国内部对未来的失败产生了预期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 德国损失了150万人 这相当于德国总兵力的四分之一 而且都是精锐老兵 这令德军丧失了在战场上的主动权 更为严重的是 这是德国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彻底的失败 德军第一次大量被歼灭 俘虏 而不是在组织的撤离 所有人都能够看出 战局已经彻底转折 如果没有发生什么新的转机 纳粹德国的灭亡是迟早的事情了 德国内部精英也看清了现实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还没有结束时 就已经开始寻找退路 1943年1月 德国情报局长卡纳里斯就匆匆找上罗斯福 希望能够说服美国退出这场战争 卡纳里斯以为 美国此前一直在战争中保持中立 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后 才加入反法西斯同盟 德国又没有得罪过美国 好好谈条件 不是没有希望让美国不再针对德国 然而 美国的态度十分坚决 坚持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 这是德国方面所无法接受的 卡纳里斯见状 又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夫 打起了与苏联和谈 解放东线战场 全力应对西线压力的注意 或许有人会觉得 此时的德国还正在斯大林格勒前线 与苏联生死战 给苏联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苏联好不容易取得了优势 不可能接受德国的和谈请求 但事实上 如果卡纳里斯和 礼宾特洛夫的计划实施顺利 苏联还真的可能会答应 苏联会答应德国的原因 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英美也是苏联潜在的敌人 在苏联建立之初 英国就组织了干涉军 试图以军事手段 把苏联消灭在萌芽时期 不过最终干涉失败了 随后英国又以经济手段 制裁苏联 但是不巧 没几年又遇上了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 英国自顾不暇 反倒是苏联因为计划经济 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借其迅速发展起来 在二战正式开始之前 英法等国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 也有祸水东营 让苏德内耗 自己作收余力的想法 英法算盘打得惊 苏联人也不傻 他们一边积极备战 一边与德国秘密签订了一份 互不侵犯条约 也指望德国先和英法互相消耗 不过 英法和苏联都低估了 希特勒的野心 也低估了德国的实力 1941年6月 根据巴巴罗萨计划 德军对苏联发起了进攻 苏联军队一路溃败 被德军逼到了首都莫斯科城下 最后 凭借顽强的决心 和冬季严寒的帮助 才稳住了局势 此时 虽然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获得了胜利 但是德军主力未受损失 苏联还是要在欧洲大陆 独自面对德军 压力十分严峻 尤其是在冬天过去之后 没有了严寒的威胁 德军恢复了战斗力 苏联方面很难在战场上取得优势 因此 苏联从1942年春天开始 就一直在催促英美 赶紧开脾西线战场 好分散德国的注意力 减轻自己的压力 结果 当苏联军民在斯大林格勒 与德军血拼的时候 英美什么都不干 最后 只是发起了一场 登陆北非保护英国殖民地的 利益的行动 这让苏联很是愤怒 卡纳里斯和黎宾特洛夫 正式对苏联与英美之间的局势 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所以才提议与苏联和谈 但他们并不是德国最高领导人 想要与苏联和谈 得先过希特勒这一关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1943年1月时 黎宾特洛夫跟元首 分析了一堆 德国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最后向元首抛出了 与苏联讲和的话题 希特勒竟勃然大怒 见元首不同意 礼宾特洛夫也没办法 只能当自己没说过这个话 没过多久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 德军遭受了开战以来 最为严重的损失 所有人都能看出 如果没有转机出现 德国的失败已经注定了 没想到这个时候 苏联竟然主动在暗地里 与德国联络 向德国发出了和谈的请求 礼宾特洛夫觉得 这是一个绝佳的时机 当前德国面临的严峻形势 和苏联主动给出的台阶 说不定能够让元首改变主意 于是再度向希特勒提议 与苏联和谈之事 结果希特勒再度发怒 把和谈提案撕了个粉碎 不过这一次 希特勒倒是给 礼宾特洛夫透了个底 说了这么一句话 不等到陆军重获主动权 绝不和谈 原来希特勒不是不愿意和谈 而是坚决不接受 在德军烈士的情况下和谈 和谈中烈士方肯定吃亏 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此时的德军还有一战之力 能够为德国争取到更好的和谈条件 想到这里 礼宾特洛夫也觉得 元首的考虑有道理 于是退下不再劝说 一个月之后 德国在哈尔科夫反击战中 获取了胜利 希特勒果然没再阻拦礼宾特洛夫 再排出手下暗中和苏联联络的行动 结果 就在苏德和谈刚刚取得进战的时候 意大利又跳出来坏事 1943年4月 莫索里尼见轴心国的局势不妙 心声退役 他来到德国 对希特勒表示 想要退出战争 并且劝说德国也快点讲和 希特勒一看这样不行 人心散了 队伍也不好带了 就赶紧给莫索里尼鼓气 让他相信轴心国能赢 在这样的情况下 正在与苏联进行的接触 被希特勒叫停 希特勒又开始筹备 库尔斯克战役 希特勒希望这场战役 德国能够取得一场大胜 提振轴心国声势 同时也为苏德谈判 争取一个更好的条件 苏联也通过情报 得知了德国筹备一场 新的战役的情况 6月18号 不想给英美挡枪的苏联人 对德国亮出了底牌 这一次 声称不会为了英美的利益 继续战斗一分钟的苏联 给出的条件相当优越 只要德国承诺 不会对苏联开战 并给苏联提供 恢复经济的援助 苏联就愿意 与德国挺战 苏联给出了 这样优越的条件 礼宾特勒夫十分激动 连忙上报希特勒 希特勒听了 也同意可以谈 结果 礼宾特勒夫和苏联外长 莫洛托夫都已经快谈妥了 就要签合同的时候 希特勒又不干了 说一定要让欧洲 彻底免遭苏联入侵 才能和谈 显然 希特勒根本没打算放弃 更好的和谈条件的计划 之前的和谈 恐怕也只是在掩盖 德国在战争准备 不过 库尔斯克战役 没能打出希特勒 预想中的优势 虽然苏军伤亡确实更大 但是他们顽强地 守住了防线 直到德国因 南线 西西里岛被盟军登陆 被迫从东线调兵 防御意大利 无力继续发动攻势时 库尔斯克 始终没有落入德军之手 这个时候 希特勒倒是又想起和谈了 苏联虽然已经占据了优势 但是也确实不想多流血 最后真的派出 副外交委员 杰卡诺索 去中立国瑞典 准备和德国谈一谈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意大利身边 莫佐里尼被捕 意大利投向同盟国 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 担心苏联趁机狮子大开口 于是再次搁置了和谈 先去收拾意大利的残局去了 这在苏联看来 就是希特勒一次又一次 用和谈戏弄自己 根本没有和谈的诚意 意大利已经垮了 英美此时 也已经同意开辟西线战场 在这种情况下 与其与没有诚意的德国来回拉扯 不如彻底和德国分割 在对德作战中 取得更多成果 为自己争取更多战后利益 于是 借着德国再次拒绝谈判的机会 苏联对德国关闭了谈判渠道 那却德国也失去了 苟延残喘的最后希望